大家好,我是艾迪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风光滤镜实战指南的系列内容 三大风光滤镜啊 咱们之前就已经讲了两个了 C表滤镜和ND滤镜 所以今天呢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 GND渐变滤镜的实战应用 使用方法和选购指南 如果您正打算去购买它 或者说买了之后啊 还不知道该如何去使用它的话 别错过今天这个视频 对于我来说呢 它可以说是整套风光滤镜当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这么一片GND滤镜 不仅它是所有滤镜里边体积最大的 也是最不便宜携带的 况且说呢 它的价格啊 确实也不低 所以到底值不值得买这么一片 咱们呀一起来寻找答案 GND渐变滤镜和这个ND渐光滤镜 其实它的这个原理是非常相似 ND滤镜呢是将整个画面全部的曝光全部降低 而这个GND滤镜呢 它只降低其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您看滤镜上深色的这个部分 而下面这个透明的部分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减光效果的 例如说咱们这个天空的亮度远远高于地面 或者是水面阴影的部分 那么咱们利用这个GND滤镜呢 可以保持下面阴影曝光不变 同时呢降低上面天空的曝光 从而实现一个让整体的曝光比较均衡 拉近上下光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由于这个GND渐变滤镜 它的减光部分的位置呢 是可以自由调节的 这个减光部分呢 您可以覆盖任何的位置 通过旋转这个滤镜 或者是上下拖动这个滤镜 哎就可以改变它的覆盖范围了 所以说这个方片GND 它的调整范围相对来讲呢 是最大的 自由度是最高的 而这个圆形的GND呢 大多数您看就只能覆盖中间 这么一个二分之一 它也动不了 当然也有这种可调的圆形滤镜 但是终归来讲 这种圆形的GND滤镜 没有方片GND滤镜 它的调整范围要大 但是但是总体来说 GND滤镜 它这个减光部分呀 只能覆盖一个比较规则的区域 比如说上下或者是四角 所以说我们旨在需要降低局部曝光 并且这个局部呢 它还比较是有规律的分布的时候 哎不是左边 就是右边上边下边 或者是四个角 咱们可以用到这个GND渐变滤镜 实际上这个GND和ND减光滤镜呢 它也是同样有减光档位的区别的 咱们这个比较常见呢 是0.6的两档减光 0.9的三档减光 还有就是1.2的四档减光 那环境光比越大 咱们所需要的减光档位就越大 在城市风光当中呢 实际上我使用最多的是0.9的 也就是这个ND8的三档减光 在拍摄日出日落的时候呢 最为常用 哎您看这是1.2和0.9的这么一个区别 减光效果虽然只差这么一档 但实际上的这个效果 您看在这一比在日落的时候 它差的还是挺多的 那很显然0.9的时候 更适合日落时相对来讲 比较柔一点的光比 而1.2的呢 它可能会更适合白天 更强烈的光比环境 除了减光档位的区别呢 GND渐变滤镜还分为 软渐变和硬渐变 这个软硬呢 指的就是中间这个过渡位置的 过渡是否明显 哎您看这个软渐变 它呢就比较适合咱们拍摄城市风光 因为城市当中呢 光线分布是非常复杂的 过渡区域通常呢 就是中间这个建筑的位置 软渐变呢 可以做到让光线变得比较平滑的过渡 从天空到地面 不容易看出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来 这样就太假了 对不对 所以使用软渐变拍摄出来的效果呢 就会要更自然 而这种比较硬的硬渐变呢 它更适合海边这种光线分布界线 非常明显的案例 过渡比较生硬 哎您看把中间这个过渡 咱放在这个海岸线的位置 是不是刚好 实际上呢 还有这么一种反向软渐变 专门用于拍摄日出和日落 哎您看在这个软渐变的基础之上呢 它在上边又做了一个反过来的渐变 所以中间减光的位置呢 只对太阳降下来 降到快到地平线的时候 做一个减光的效果 而天空呢 仍然保持一个比较亮的这样的一个曝光 均地渐变滤镜的安装和使用方法呢 是所有的这些滤镜当中 我认为最简单的 因为它这个效果呀 非常的直观可见 哎 装上这个滤镜 您就能看到它的效果了 在光圈线 快门优先 或者是P这些自动 或者是半自动的模式下呢 相机完全可以做到自己来判断一个合适的曝光值 咱们呢 只需要看相机的屏幕 来调整这个渐变的覆盖范围 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 然后呢 您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先拍摄一张效果试一下 现在是F11 快门速度是三十分之一秒 然后ISO我用的是160 我们放上一个GINDI的滤镜 您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这个画面当中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我们调节一下这个GINDI滤镜覆盖的位置 让它覆盖再稍微的大一点 让它中间的这个渐变位置呢 刚好在这个建筑上面 然后我们再拍摄一张 可以看到快门速度从刚才的三十一分之一秒 现在就变成了十四分之一秒了 可以看到这个天空的光线 是不是被压暗下来了 现在前面的河岸呢 一下就亮起来了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很好的天空和水面的一个 曝光的平衡 所以同理我们也可以把它倾斜 把它可能就是这样的效果 像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滤镜这样倾斜 因为日落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 整个的光线呢会主要集中在右上角 所以呢我把它向45度倾斜一下呢 也是可以很好的平衡这个光线 可以对比之前 右边是不是有点太亮了 那我把它倾斜一点呢 当然我可能倾斜的有点大了啊 咱们再稍微调和了一点 让左边这一块呢也被 顾及到 我们再拍摄一张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比刚才更自然一些了 这一块呢也被覆盖了一点点 会比正着放下去的效果呢 要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G&D界面滤镜呢 它不一定非得是正正方方的这样 非常正的放在镜头前面 根据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天空 还有光线的照射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自由的调节 在一些拍摄当中呢 我绝对不会使用这个G&D界面滤镜 也不推荐您在这些情况下去使用 比如说呀 咱们用稳定器去拍摄一个 需要运镜的一段跟踪视频 最好不要使用它 或者说呢 咱们拍摄的是动态的范围移动延时 而这个范围移动的还不是很规律 也别用它 再者呢 咱们拍摄这种多拍的全体合成 好几拍也不要用它 单拍的还是可以的 还有呢 就是人像照片一般 咱们也都不会用到这个滤镜 总之后期需要拼接的拍摄 有了它可能就拼不上了 相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改变构图 哎 这块是有地平线的 一移动地平线没了 不要用它 还有就是拍摄对象在这个画面当中分布不是很规律的时候 咱们都尽量不要使用GND渐变滤镜 说实话呢 我承认确实有很多日常的拍摄 其实压根就用不上这个滤镜 但是如果涉及到风光和严实摄影 我认为GND滤镜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 用它十分的必要 它的效果可以说无法被后期模拟 第一个原因 降低天空的曝光 您别忘了 同时它可以增加天空的动态平化效果 云就会出现轻微的拉丝 带来一点动感的效果了 是不是 这是咱们在后期的时候 添加一个渐变蒙版 没有办法做到的 它只能降低曝光 但是它不能带来这种动态效果 再换个角度来看呢 第二个原因无法被替代 当使用这个GND渐变滤镜之后呢 天空的位置 它是不是会降低三档曝光 那么三档曝光带来的对比度 还有就是对暗部的这个曝光的提高 它的细节还原 那这些是不是在后期 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也就是说在前期 我们拍摄这张照片 就已经拉低了它的对比度 那后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省事多了 所以正所谓 如果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能做到的事 就尽量别想着在后期的时候 再去补救 那如果补救不了 咱们可就真的没救了 当然您可能觉得 这用包围曝光拍摄 对战什么的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也没错 但是那是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去实现的 时间和稳定性都能有保障的前提下 用哪种方法拍确实都没什么差别 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拍摄 是没有那么自由 非常受限制的条件 没有办法做到过分的去依赖后期 我们必须一张就得让它 perfect 那例如延时摄影 就是一个非常依赖前期的题材 甚至这个视频拍摄呢 也是一样 虽然也有HDR的延时 但是呢 其实很少有人去用它来拍摄 视频的后期呢 确实也能够加这种渐变的蒙版 但是如果咱们想要达到和使用GND渐变滤镜一样的效果 那么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前期仍然逃不开使用减光滤镜的帮助 所以如果想要达到更高的画质跟拍摄的效果 那么使用GND渐变滤镜 无疑是目前最佳且唯一的拍摄解决方案 根据以上这些特征 您是不是可以判断出自己到底是否需要GND渐变滤镜了呢 很多题材的摄影确实是用不上 但是如果您想要去尝试风光摄影的话 那么GND滤镜对您的帮助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如果您一开始不想一步到位买特别贵的 我建议您呢 可以从这种普通的圆形GND滤镜开始用起 哎又便宜又方便携带 您看这体积是我这方片的可能也就一半吧 所以它的价格呢也相对来讲便宜很多 虽然它这个圆形的GND滤镜呢 它这个渐变位置啊是固定在中间二分之一的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的构图呢会比较的有限制 所以会比较的死板 但是呢它也可以帮您很好的了解GND渐变滤镜的作用 那等拍的多了对曝光更熟悉了之后呢 再转到方片滤镜系统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损失 或者呢您可能干脆就会发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它 不太适合自己 GND滤镜有很多的档位 但如果您只想买一片的话 那么我会推荐您先购买0.9的软件变 我这个方的和这个圆的都是0.9的软件变 它档位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形状有一点不一样 这也是我最早期去购买的一片滤镜 使用的频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几乎所有的日出日落我呢都会使用这一个滤镜 它的应用范围呢也是最广的 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也会使用它 在材质上呢现在的滤镜普遍都是玻璃的了 通透性也会比竖纸的要更好 不会容易划伤 那清洁起来呢也会要更省心 用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那个镜头清洁方法 就可以清洁自己的这个滤镜了 所以呢我推荐大家现在买 直接去购买玻璃质地的GND滤镜 无论是方片的还是圆的 它都是玻璃质地的 竖纸呢它容易偏色 那如果您拍摄的是严实摄影 我推荐您啊想都不要想了 直接购买方片滤镜系统一步到位 GND渐变滤镜它呢受限于滤镜支架的尺寸 100系统呢您需要购买的是这个100x150的GND滤镜 那如果您是150的系统呢 您需要买这个更大片的150x170的镜片 总之这个GND滤镜它的这个窄边的宽度 就是您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滤镜支架的尺寸 GND滤镜是整个滤镜系统当中 可以说是尺寸最大的一片滤镜了 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来讲呢 也是比较贵的一片 确实给日常携带呢 带来了最大的不便 单独放这包里呢 我老怕它给弄碎了 是选择100还是150系统 这主要取决于您手上的这个超广角镜头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 不妨逆向排除法 根据您现在手上的镜头口径 或者说未来您想要即将购买的那个目标镜头的口径 来选择这个滤镜支架 比如说我现在拥有的这个82毫米 但是我未来想买一个灯泡头 那我现在直接就跳到150这个系统去 用在这个镜头上就好了 那将来我在换镜头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再换这套系统了 我这个思路呢 实际上跟这个恰好相反 我呀不太想拥有150的系统 因为真的太大了 您看这就这么大一片了 如果它是150×170的这么大一块镜片 我真的是不想带着 所以我在选镜头的时候呢 会尽量的避免灯泡头等那些 必须要使用150滤镜系统的这么一个镜头 所以滤镜系统的尺寸 和您的超广角镜头的这个转接环 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 那有一些镜头 它是需要特殊的转接环才能安装的 特别是那种灯泡头 所以您在购买的时候 需要先搜索哪个品牌 有对应您这个镜头的转接环 再去想这个支架和镜片的事 这个镜片跟支架 它可以不是一个品牌的 只要能安装到一起就可以了 总之在购买滤镜和镜头的时候 您需要考虑好未来的计划 毕竟这一套滤镜它不便宜 而这个150的系统呢 要更贵一点 只为了这么一片滤镜 去改变整个的系统呢 对于我来讲 觉得是有点得不偿失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风光滤镜系统的这个专题 就算是四个视频都集齐了 那如果您对这个滤镜系统 还有更多的疑问呢 欢迎查看我做的另外几个视频 以及在官网上的专题页面 在上面呢 我也对我曾经使用的 这几套滤镜系统呢 做出了比较短的一个评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咱们一起玩摄影 感谢观看 咱们一起玩摄影